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叫蔡国权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她 但是在几十年前 她还是非常火的 账相不是很出众 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俊男亮女星的明星 但是她很有天赋 也很能坚持 因为她清楚的明白 自己是一个非常硬核的歌手 有着非常强实力的 她也确实是这样 她凭借着《不装是你的梦》 听艺人心等歌曲迅速走红 后来连续发行了多张专辑 享受成绩都非常好 可是 有天又不测风云 在事业上做得非常出色的时候 她去遭遇了一场车祸 不能独立行走了 这场车祸 改变了 这场车祸 改变了她原来的生活轨迹 她的事业和生活 全都变得一堂糊涂了 有个词说 患难夫妻 可是蔡国权也没有享受到家庭的温暖 还被妻子丢进人老院了 以后的生活也要与轮椅相伴 特别凄惨 希望老先生能够多多保重身体